可以看得出來我的眼袋是有下垂 然後有點吐出來的 現在給大家近看一下 我的淚溝完全是變平的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現在有點緊張又很期待的心情 因為我等等就要去做醫美了 老公你來一下 我要問你一下真心話 你覺得我有沒有變老 當然是有改變 有改變 好 算你那個正確答案 因為你不能直接說有變老 不是 因為生小孩本來就會改變 真的 我生完小孩之後很明顯的 就是膠原蛋白有鬆掉的感覺 被小朋友吸收了 所以要補充 所以男生對女生就是老婆做醫美 是沒有太大的意見 我的底線是不要削什麼削骨啦 什麼那種超大的 這邊對不對 對 因為很多女生很煩 就會說她要去削臉 那你知道我最大的那個想改善的部分是哪裡嗎 我覺得你沒有什麼需要改善的 但是我經常跟阿格莉說就是我這個眼袋 淚溝的部分 看 現在這樣上面有打光 就比較明顯 因為 有些很天生的啦 像我也是啊 而且去年我們突然減肥 然後一個月瘦了我 瘦了5公斤 不可以減太快 對 所以那個肉會將於蛋白多消失 然後就變成這樣 還有這個 兩側 不是 這叫什麼 臉頰 對 臉頰這個部分有鬆 所以我想變成這個樣子 我已經上次去那個新竹的安妞美學診所 跟謝明毅院長有那個學問過啦 所以今天要打什麼呢都已經講好了 好期待成果 好緊張耶 好 大家記一下我現在的這個樣子 變十八歲 欸 有可能 怕你被太多男生追的 我就不出門 那我們今天比較在意應該是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淚鍋也在 OK 那 這個是愛麗絲的部分 大部分客人會比較在意的是 它到底可以打哪些部位 嗯 那這是它真劑 真實的樣子 就像這個 這樣就像這樣 對 一罐 對 然後會泡成 你藥的洗洗術 放進去 那大部分客人會比較在意說 這個東西的維持度 但是一年半左右 嗯 可以打 這些 效果最明顯的是 例如說 打完之後的 打完的三個月 但打完當下也會有效果 它當下就會碰起來 那我們今天做的事情是比較 安全的方式 就是用 愛麗絲把它填進去就可以了 嗯 因為你的部分 因為你沒有到 我的年紀很大 或是這種很下垂 嗯 所以還不需要做那麼 侵入式的那些治療 拉提那些 可以做一點這種基礎的 照照顧在哪裡就是OK的 嗯 而且你也不能打太多 因為你的臉性很精緻 就是讓它 像它稍微澎澎的這樣子 這個的話 基本上它不像玻璃霜會吸水的風潮 它比較像是我現在打完是風險 嗯 不過大概是 下禮拜你會消一點下去 嗯 然後再長出來 所以過程就是這樣 你會發現你現在是風起來的 下禮拜一定會消下去 再長出來 這就是走自然的路線 然後還要打肉毒對不對 對 肉毒 來 看一下 你可以咬東西 可以看一下鏡子 這樣有一個咀嚼器吐出來的 這一塊 這一塊 對 這一塊 對 這東西基本上呢 我們會打一點肉毒 然後稍微我們內縮就可以 這一塊 嗯 好 給你看一下我們的笑棋 是到2026的8月 然後它就是這樣這樣 都沒有完全開工庫 這一塊 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好 好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怎麼樣 碰起來的感覺 但希望是時間久了會更變得更自然 因為現在有點 腫腫的嘛 就像剪頭髮剛剪完 通常過幾天就好看 痛感是它一開始 紮那個一個小洞的時候比較痛 在這樣進去的時候一點都不痛 但不會很痛 對 像被溫子聽到 是不痛的 好 嗨 大家 我現在是打完愛麗絲和肉毒的第二天的早上 現在我已經化完妝了 我覺得真的很有感耶 而且它是時間越久 好像效果最好的是三個月開始 但是我目前已經 這邊的眼勾 本來有點凹進去嘛 現在已經變平了 好開心 很滿意 嗨 大家 我現在是打完愛麗絲和肉毒的第二週 現在是也是上完妝的狀況 那我現在剛想就是 完全 被我的臉吸收進去了 因為隔一天 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 摸起來還會有一點 蓬蓬的 就是你的皮膚裡面 有東西在的感覺 那現在 兩週後的話 真的 就已經回到我 打之前的 摸起來的感覺 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說 三個月後的效果是最好嘛 因為現在 我臉 都把它吸收掉 然後 現在開始慢慢的 應該我自己的膠原蛋白 有增加 要慢慢的慢慢的 這樣 所以我很期待 三個月後 但是我一個月後呢 也會再去給醫生看一下 看看哪裡需要再補充 所以我一個月之後呢 也再會拍給大家 分享我的狀態 你每天化妝 每天上妝 你都會不斷的知道 說你自己缺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今天主要是 補在累口的地方就OK了 嗨大家 我現在是打完愛麗絲和肉毒的 差不多兩個半月的狀態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覺得有變化嗎 那我自己呢 是很滿意 因為這次去愛妞診所 選擇做愛麗絲 精靈針這個項目呢 就是因為我想 自然的變漂亮 變年輕 那我打完愛麗絲的當下呢 我就覺得 臉真的有 噴起來的感覺 但是過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一個月之後呢 就會發現你的臉 已經把它吸收進去了 但它厲害的是呢 可以讓你自己的膠原蛋白 去慢慢的增加 然後長出來 所以會覺得很自然的 你真的有變年輕 而且我是本來想改善的 就是這個眼袋 淚溝還有法令人的部分 現在給大家近看一下 我的內溝完全是變平的 那我去愛妞診所之前呢 就是正常的狀態 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眼袋是有下垂 然後有點突出來的 它肉毒的部分也是 我之前是這樣一咬牙的話 這邊會 肌肉會突出來 現在呢 我這樣咬牙 都沒有什麼變化對不對 那我這次拍這支影片呢 是有把我這次做的醫美項目的過程啊 還有這種前後對比 有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很多女生啊 她有想做醫美 但是真的選擇很多嘛 都不知道該做哪一個 我自己也是去診所 去跟醫師詢問之後 我也會懷疑 我做了這個之後 真的會變漂亮嗎 這樣 所以我很希望這支影片 可以幫助到大家做一個參考這樣子 那大家如果也想做醫美的話 也可以去我這支去的安妞診所 因為他們在台灣北中南部都有門市的 所以你可以去找你最近的門市 跟醫師詢問看看 好那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下次見囉 拜拜